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得到了较多的关注 那么根据大家的反馈 根据最近绿卡申请的处理情况 来自移民局的动态等等 我们在这里呢 给大家提供相关信息的更新补充 以及提供更多的内容 解答大家常见的问题 来谈这个党员申请美国绿卡的办理 首先呢 我们大家知道 在填表的时候呢 问到是否是党员 那当然要如实回答 另外呢 可以附加一个解释 然后一个statement 来讲这个入党时间 当时的情况 目前还是不是党员 然后呢 相应的如果不是党员退党的时间 前后的理由 这个呢 需要认真的准备 是吧 这个statement 大家知道呢 有形式和内容 不能说 我有一个形式 反正要这么一个说明 我交了说明 就算了事了 不行 那你这个说明是 它服务于一定的目的 你要达到这个目的才好 所以呢 需要认真对待 这个呢 具体填写的时候 要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 我们作为律师 可以提供法律 法规方面的建议 指导和处理 这类申请的经验 但是呢 事实层面的信息呢 需要由申请人来提供 不可能呢 有一个适合所有人的 通用的这么一个文件 你只要改一个名字 张三离四 就可以交上 那不行 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customize 这样来调整准备 有的人会说到呢 我以前有的地方写错了 签证申请也罢 或者是在别的 原来已经交了485申请 这个地方呢 写的内容错了 不管说是不是党员啊 时间啊等等 那么现在既然已经错了 我是不是应该将错就错 前后一致一直这么写下去啊 当然不是 那你需要更正过来 这个正确信息重要性呢 大于前后一致的重要性 因为你什么时候意识到 以前错了吗 把这个新的正确的信息 写上就可以 实际上我们有过这样的例子 有的申请人交了485 当时没有写 需要披露的情况 后来又担心 联系到我们主交了说明 然后申请也得到了批准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还是需要认真对待 那么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 大家知道呢 在美国有很多华人申请政治庇护 那么相应的呢 也有的人 政治庇护最近呢 美国查的比较严 包括有的人即使已经拿到绿卡了 后来呢 在入籍的时候 或者又过了一段时间移民局复查 原来绿卡也受到影响 这个举一个例子 比如有的人说 我是基督徒 拿到政治庇护 然后呢 到时候面谈的时候 问说这个圣经分成哪几部分啊 然后这三位一体是怎么回事啊 说我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说我是基督徒啊 说我听说这么说 能拿到绿卡 那这样不行 是吧 那这个 你需要如实的信息 那么再举一个例子呢 比如说以前有的人探亲 他为了说申请必签证 能够得到批准 他说呢 这个有子女在美国 然后呢 他没有如实披露 然后或者是他在中国的婚姻情况 工作情况提供的是不正确的信息 那么过后呢 他的签证不但被拒了 若干年后 如果他的子女成为美国公民 申请他办理绿卡 那么移民局看到 他原来的签证被拒的情况 因为他有作假的行为 所以呢 这样也会因为这个历史 影响到他过后 拿到绿卡 像我们讲的 这个还是要认真对待 包括呢 以后入籍的时候 也还会问到这方面的问题 那么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你这个statement 要讲到具体的时间 具体的地点 这个呢 你自己需要 有比较清晰的了解 那么不能完全依赖书面的内容 比如说大家知道 现在绿卡批准以前 有一个面谈的过程 移民官面谈的时候 问到说 那你是什么时候 入党啊 退党啊 等等的 这样的这个时间 日期 你不能说 我已经写了书面材料 里面都有 你自己去找 去看就行了 你自己需要知道 具体的这些信息 那么有的人会问到说 我这个退党的时间 如何确定啊 那我又没有一个 具体的文件来讲 这个呢 当然因人而异 你可以联系我们 然后我们根据你的具体情况 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分析 那么一样呢 有的你这个退党 即使没有书面的证据 但是也可以用 其他方面的证据 来替代 来证明 还有呢 那么写这个statement 需要写什么内容呢 那你除了说 引用相关的法律法规条款 还要结合自己的情况 要讲到说 为什么入党 为什么退党 这个呢 涉及到叫意识形态 或者说信仰方面的问题 这目前呢 在中国社会呢 虽然这方面比较淡化了 但是呢 也不能太随便 举一些例子 有的人说 因为我成绩好 所以入党了 因为我出国了 所以退党了 因为我很想待在美国 所以退党了 这些呢 看起来不是很严肃的理由 更多你需要可以讲到 政治观点 想法 那比如说呢 党章呀 或者是这个党的规章嘛 就要求说 然后有消灭私有制 有的呢 关于一个阶级 一个政党专政 和这种民主选举之间的这个区别 还有关于专政 用暴力推翻政府 等这些方面的情况 这个具体的呢 一样呢 因人而异 需要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在statement里解释清楚 还有一些什么信息呢 根据我们的经验 提供给大家的内容 就这个I601表呢 还是有用的 对于一些申请人 申请人可以分成两类 有的呢 是退党还不到五年 也不够资格填写I601的 这些人呢 那么他主要可以依赖 statement 讲到当初入党的原谊 比如有的申请人 是因为找工作的原谊 有的是 不是因为意识形态原谊 是这个叫 南免命法的等等 那这样解释清楚就可以 对于其他申请人来说呢 有的时候 他可以符合更多的条件 比如说有的 已经退党超过五年了 这个时间怎么确定呢 因人而异 可以具体讨论 然后对于有的申请人呢 他如果配偶 是美国公民 或者是美国绿卡持有人 或者又在美国出生的子女 也就是美国公民 那么还可以申请I601 比如说呢 如果你是副申请人 这个主申请人 已经拿到绿卡了 那么副申请人呢 他现在配偶 也就是绿卡持有人了 就可以作为一个理由 子女呢 如果出生在美国 你要如果这个601呢 是有多种用途的 如果是作为党员 来申请这个601 waiver呢 不需要证明extreme hardship 实际上相对来说 是比较容易批准的 只要有一些合理的理由 讲到说 个人不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等等 应该就可以了 然后这些呢 是关于485 调整身份期间 申请这个绿卡 党员的情况 那么对于有一些申请人呢 人在中国大陆 常见的问题呢 首先我是党员 我能不能申请绿卡啊 这个呢 原则上是可以的 那么步骤上呢 一般从中国 最后你要在广州领事馆 办理移民签证 移民签证的时候呢 同样也要问到这样的问题 那这个情况和在美国 可能不太一样 有的会问到 你是否还在继续交党费啊 是否担任过什么 干部的职务啊 等等像这些 这个呢 也并不是说 如果是就一定不能批准 同样我们也见过这样的例子 有的人是党委书记 有的人是有几十年的党领 有的人一直也还在交党费 同样呢 也可以得到批准 当然你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还提供相应的合理的解释 总体来说呢 大家知道 在中国嘛 有将近九千万的党员 这些申请绿卡的人数 还是很多的 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客户 有这种情况 然后也都顺利的取得了批准 然后呢 也有一些申请人呢 他是自己交的S85 申请 然后呢 收到了移民局的RFE 或者NOID 有的是在面谈以后 因为原来的statement 准备的不好 或者面谈的时候呢 回答的不好 没有经过充分准备 所以收到了这种额外的 要求补充材料的要求 然后在联系我们以后 经过认真准备 提交了回复以后 也都得到了批准 甚至包括有个别的 485一开始被拒 经过我们提交了Motion 以后也得到批准 所以呢 总结一下 申请人曾经是党员 原则上呢 是可以取得美国绿卡的 没有关系 但是呢 需要认真对待 认真准备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就是讲 再谈党员申请美国绿卡的办理 这个相关的美国的移民法规 哪些情况可以取得豁免 具体如何办理呢 可以参考我们此前录制的 另外一个视频 讲的叫 美国绿卡申请中的党员问题 在我们的YouTube的视频频道里面有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